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最早今日事事仲观美国资讯 欢迎收看本期今日美国 我是马英林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自上星期五金秀令解除之后 股价创下升低之后 前总统特朗普的公司 特朗普传媒股价星期一再次大跌 并且刷新了它的历史最低点 当日早上开盘之后的90分钟内 概股的交易了约700万股 虽然交易量激增 但担不住股价下滑的颓势 截至当日收盘 概股股价暴跌10%左右 至到12.15元 是连续6个交易日呈现下跌趋势 特朗普传媒公司 在纳斯特克的股票代码为DJT 以特朗普的名字首词无命名 截至星期一收盘 DJT股价为12.15元 相比前一个交易日的13.55元下跌1.39元 跌幅达到10.33% 据CNBC的数据 今年3月 特朗普传媒市值一度超过100亿元 但如今已缩水至到24亿元 跌幅近80% 截至星期一 特朗普持有该公司 約57%的流通股 总值股大约15亿元 特朗普和公司其他几位的内部人士 都受到了禁售协议的出日速 不能在该股上市之后的最初几个月 出售所持的股份 但这些限制措施已是上周四到期 随着上周五禁售令的解除 特朗普和其他内部人士 开始有权出售所持股份 据CNBC的数据 上周四该股的成交量 约为1400万股 但周五的成交量已接近2200万股 远超此前30日平均830万股的交易量 司法部星期二提起诉讼 指控全球最大支付巨头 Visa非法垄断借记卡市场 司法部称 十多年来 Visa濫用它在借记卡市场的主导地位 迫使企业使用Visa的网络 而不是竞争对手的网络 并阻止新的替代产品进入该市场 司法部长格兰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我们指控Visa非法聚累积权力 收取的费用远远超过它竞争市场中 可以收取的费用 商家和银行都将这些成本转价给消费者 要么就提高价格 要么就降低质量或服务 因此Visa的非法行为 不单影响了一个商品的价格 并且影响了几乎所有商品的价格 另一宗的反垄断诉讼 是司法部最近采取的几项重大行动之一 司法部已经对房地产公司 Real Page提起民事诉讼 指控该公司的软件通过抑制市场竞争 利用房东数据人为抬高全美的租金价格 此外,司法部还对Ticketmaster的 母公司Live Nation提起民事诉讼 并说服一名法官宣布Google的搜索业务 违反反垄断法 根据向纽约联邦法院提交针对Visa的申诉状 美国60%以上的借记卡交易 都是通过Visa的借记卡网络进行 而Visa就可以从这些交易中收取超过70亿元的手续费 为了保持这种控制,Visa制定了排他性协议 惩罚那些想要通过不同系统进行交易的供应商和银行 有效地将公司和竞争隔离开利 司法部在一份新闻稿中表示 Visa还通过慷慨的金钱激励和惩罚性额外费用威胁 由使潜在的竞争对手成为合作伙伴 而不是以竞争对手的身份进入市场 正如起初书所称Visa选择和竞争对手合作 是因为他担心失去份额和收入 或被另一间借记卡网络完全取代 商家和零售商长期以来一直抱怨Visa等信用卡公司 收取过高费用 在长达数十年的法律反垄断斗争后 一班商家在3月份同意以300亿元的价格 和Visa和万事特达成和解 然而代表零售商的行业组织 全国零售基金会极力阻止和解 称蓋协议向使用Visa和Master支付终端的商店提供的补偿太少 近年6月一名联邦法官驳回了和解协议 认为信用卡公司必须要做出更多的让步才能解决斗争 前总统特朗普最近在宾州竞选期间 为一位母亲购买食品责货的视频在网上封存 引发网友热议 一些人表示 这个毫心之举可能已经触犯了法律 特朗普通讯副主任马丁星期一 分享了这段在宾州基坦0的斯普兰克尔社区市场拍摄的视频 视频中特朗普在收贷前和一位母亲和她的幼稚互动 她跟着递给一位女士一张100元的抄票 并且说她账单会下降一些 她刚刚下降了100元 收到钱的母亲显然很兴奋 特朗普之后补充说 我们会在白宫为你做这件事好吗? 事后三位孩子的母亲堪知告诉福克斯新闻 她不会使用这100元 而是将她表起来作为纪念 另一段视频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后 网友持两派的观点有人指出 在美国总统候选人或任何候选人 向选民发放现金都是违法的 而金钱或任何净式的有价报酬换取选票 被视为贵赂、违反联邦选举法 据美国认法 任何人向任何人支付或提出支付费用 令她投票或不投票 或投票支持或反对任何候选人 都可能会被处以罚款或最高两年监禁 其他网友认为 特朗普并未直接给选民发现金 她只是帮一位女士买了这些食品杂货 她们还指出 副总统何净利同样使用了竞选贵赂策略 包括免除学生贷款 在超市期间 特朗普同样评击了其他竞争对手 副总统何净利指出她和拜登的经济政策 影响了美国人在小时的消费 特朗普说这个女人没有能力 她上了奥普拉脱口秀 连最基本的问题都答不上来 我们已经经历了四年 我们不会再经历这样的四年 笨州是即将来到总统选举中 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该州有19张的选举人票 对民主党和共和党候选人来说都是别赢之州 民调显示目前何净利和特朗普是奔州洗军力敌 根据538的民调综合数据截至9月23日 何净利以48.3%对46.8%的微弱优势领先于特朗普 差距仅为1.5% 民调分析人士西尔佛预测 何净利有57%的机会击败特朗普赢得该州 星期二 400多位的经济学家和前白宫政策顾问 在一封公开信中宣布 他们支持何净利竞选总统 变声前总统特朗普的政策建议 会为经济带来不确定性 在全国民调中高昂的生活成本 仍然是选民最为关心的问题 两党都在打经济牌 试图吸引选民支持 经济学家们在公开信中写说 这次选举的选择很明确 是选择让少数人受益的失败的捐的 经济修径政策 还是为所有人提供机会的经济政策 这是唐立特朗普的不公平 经济不公 以及不确定性和何净利的繁荣 机会和稳定之间做出的决定 是在过去和未来之间做出选择 405名簽署者中大部分是进步派经济学家 其中很多人曾经在民主党政府任职 包括哈佛大学经济学家 奥巴马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福尔曼 曾经在克林顿政府担任财政部副部长奥特曼 奥巴马政府前商务部长普利志克 前联署会副主席布林德 以及曾经在联邦贸易委员会和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等 监管机构任职的人员 名单上的一些人 譬如是拜登的前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迪斯 已经在私底下里面为何敢来的竞选活动提供建议 部分签名者曾经在共和党政府任职 包括小布殊任内担任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副主任的奥基夫 以及雷根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布鲁恩 几位著名经济学家也对何敢来表示支持 在包括密歇根大学的华尔佛斯和郭尔丁 后者因为追踪女性劳动参与率和不断变化工资差距 而获得去年的诺贝尔奖 自7月下旬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以来 何敢来提出了一些具体的经济建议 作为他机会经济议程的一部分 包括禁止控片价格的联邦禁令 呼吁增加住房供应 支持首次扣屋者和扩大儿童聚收递面 预风海伦正在迅速增强 可能成为一年多来登陆美国的最强风暴 佛州居民面临着强风 洪水和风暴潮的威胁部分地区已开始紧急撤离 州长特上提涉已将紧急状态范围 从之前的41个园 扩大至61个园 而该州的国民警卫队 已做好应对风暴的准备 巨峰海伦在星期二早上在加勒比海西北部形成 目前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增强 预计会在48小时内 海伦将会从每小时45英里的热带风暴 升级为三级巨峰 随着风暴迅速逼近 佛州居民需要立即为强风、洪水和可及生命的风暴潮 做好准备 国家巨峰中心警告 未来几日海伦的路径可能会发生变化 影响范围随时可能会扩大 海伦的影响不但限于佛州 长风、暴雨和龙卷风的威胁可能会扩展到东南部多地区 佛州沿海居民面临着风暴潮威胁 部分地区可能会被迫撤离 佛州太辣院预计星期二晚发布全院撤离令令 大湾区可能会遭遇高达15英尺的风暴潮 坦白地区风暴潮滑达8英尺 此外坦白综合议员已经树起10英尺高的防洪屏障 以应对风暴潮威胁 以防止互联网中断 另一方面佛州群岛可能会从星期三下午开始 经历热带风暴强度的震风 北部地区预计星期四早上受影响 坦白湾地区的强风暴预计从星期三深夜开始 持续去到星期四晚 佳池可能会达到巨风的强度 去到星期四晚上 东南部其他地区也将会面临着强降雨和大风 可能会引发大面积停电 根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 最新发布的全美最佳大学排行榜 普林斯顿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 分别列为第一、第二和第三名 名次与去年相同 而去年与哈佛大学并列第三的史丹福大学 今年排名降至第四 2025年美国文理学院排名第一和第二 就是亚洲的Williams学院和Amherst学院 以及宾州的Smartmore学院 公纳大学排名和去年将比略有变化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位列第一 由去年并列第一至第二位 密歇根大学安拿布分校和去年一样排名第三 去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 改变了他编制榜单的方法 为他40年历史上进行的最实质性改革 今年的排名标准和各指标所占权重基本保持不变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者说那些渴望稳定、很高兴得知 和去年80间学校名次保持不变 变的相比 今年有117间的学校名次保持不变 据介绍在去年排名下降的660间大学内 278间连续第二年排名下降 302间的大学排名上升 80间大学排名不变 而在支持排名上升的692间大学内 319间再次上升 314间下降 59间保持不变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称 排名对变化对公纳或私立学校都不利 不过报告的标准化考试数据的大学排名 更有可能会上升而非下降 他们写说这个可能表明 由于对SAT、ACT分数评估的方式进行了调整 以考试为导向的学校的表现略好于以前 由于劳动力市场和整体经济前景的担忧 美国9月份消费者信心意外出现三年来的最大降幅 星期二公布的数据显示 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的信心指数下降6.9至98.7 这是自2021年8月以来的最大跌幅 当时通胀刚刚开始攀升 最终达到40多年来的最高水平 该组织抽样的五个群体当月的信心均由所下降 其中年龄是35至54岁之间 而且收入低于5万元的人群跌幅最大 除了信心指数大下降之外 反映当前的经济形势指数下降10.3至124.3 反映未来6个月的预期指数下降4.6至81.7 防止的担忧主要集中在就业和通货膨胀上 认为就业机会充足的人数继续下降 从8月份的32.7%降至30.9% 而认为就业难的人群比例 就从16.8%上升至18.3% 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受席经济学家皮德森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该指数主要组成部分的恶花可能反映了 消费者对劳动力市场的担忧 以及对工作时间减少工资增长放缓 职位空缺减少反映 即使劳动力市场仍然相对健康 职业率低 财源人数少 工资上涨 对墨加上涨担忧的委居 经济担忧之首 消费者对未来12个月的通胀预期上升至5.2% 最近劳动力市场方缓 加上生活成本持续高期 在比消费者信心带来压力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传播内容 感谢收听和观看 同时记得订阅美国中文广播电视 Guard TV频道 获得更多精彩内容和最新消息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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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